既然国建国造是我们未来的政策 那为什么云风飞弹不做了呢 我先来简单讲一下 云风飞弹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弹种 其实过去 这个国际上包括这个对岸共军 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属于弹道飞弹 那弹道飞弹基本上它就是说 它发射是出大气层再下来 那但是问题是说 国际上它有一个国际条约 叫做MTCR 这个叫飞弹科技管制体 那这个国际条约它有限制说 如果你发展这个所谓的 地对地的弹道飞弹 你要在600公里以下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如果去发展 这样的一个地对地的弹道飞弹 很容易被国际关切 其实事实上还没有发展到 那样老美也在关切 好像我们一直都被关切 那我们为了躲避 躲避这样的一个规范限制 后来这个等一下也请工程师讲 就我所得知的状况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中科院很厉害 想了很多种方法去逃避这样的规范 所以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就其实简单来讲 就像是我们现在已经 很成熟的熊山飞弹 它就把熊山飞弹 熊山飞弹是贴着海面飞 但是它是用冲压引擎 那它就另外想了一个 这个方法其实蛮天才的 它就用天宫的火箭的推进器 四个把它绑在这个飞弹上面 把它送到 但是还没有出大气层 还没有出大气层 所以你没有违反到那个规定 所以人家也没得管你 还没有出大气层之后呢 它改点燃它的冲压火箭 也就是熊山在一个比较高空的距离 去做飞行 那它又是超音速 所以同样的你的燃节也非常的困难 那这样的一个飞弹 其实它已经研发 秘密研发超过十年了啦 那投资的这个预算 我想可能百亿都不止 那本来它的射程 你说云峰啊 云峰 对 那这个为什么要发展这样的飞弹呢 这个当然跟我们过去的军事战略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过去不管是匾或马载的时候 你不是有效嚇阻防卫固守 就是防卫固守有效嚇阻 那强调的当然是 你要具备有效嚇阻的能力 那过去我们的军事的思维 是一直认为说有效嚇阻 就我们如果有这样可以打他们的武器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效嚇阻 某个程度上他可能也不敢打你 但是你没有想到说 老公这几年的飞弹的速度成长得这么快 对不对 从几百枚 六百枚八百 一千到现在一千八百枚 我们怎么样都赶不上那个速度嘛 所以你现在这个嚇阻的能力 你能造几枚 你能跟他这样子这个对抗吗 所以我们现在的战略调整 就是说要走所谓不对称 要以小博大 那这样的飞弹 你如果你的数量不够多 那就算你成熟 你又可以打很远 那你能够对对方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这是值得思考 特别是 现在重点是 我们的预算很有限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好多 一切都跟钱有关系 但是这个已经花了十几年时间 花了超过百亿 我现在要谈的就是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 如果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型 也是算是比较成熟的飞弹 就熊二一的巡翼飞弹 那巡翼飞弹它的特性呢 它是贴着地面飞行 它的精准度也非常的高 而且它射程其实也到达一定程度 可以到对岸 那如果说对方要攻击你的时候 某个程度可以先做先制的攻击 比如说它的飞弹的这个发射架 比如说发射车 同样的它如果离开阵地 你如果侦测到 你也可以去做打击 所以目的只要保留一定的这个能力 这个已经跟贺阻没有关系了 因为你贺阻贺阻不了它 它一定要 一旦要动手 其实你手头上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 你只能保存一定的实力 把它减到最低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小英 其实我们上礼拜谈到他在汉光三十二演习的时候 他也特别讲说明年的一月 也要这个国防部去调整一个所谓的新的军事战略 那这个新的军事战略我们也非常的关切 会不会说就是说 未来可能不再特别强调所谓贺阻的能力 那强化所谓的这个防守防御的这个能力 如果是这样军事战略的调整的话 那云风飞弹它的价值相对就相对降低 好问题是云风飞弹是一群非常厉害的精英工程师的研发心血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就像当初我们做IDF 后来我们没做之后 这群人跑去哪里 跑去韩国 所以我们的云风飞弹的这些设计者 这些科学家 这些工程师 一旦云风喊咖之后 我们留不留得住人才 是我们最担心的 刚刚提到的云风飞弹 基本上在概念上是从高空巡域飞弹 它没有超过大气层 那可以跟低空巡域飞弹做搭配 那这样如果都有 它在战术应用上会更好 那刚现在题目是说 如果云风飞弹停产 现在看来是要被喊咖 这个我想停产的背景 自国家预算考量 我常常讲的话 均能服从政治 我们科技也服务政治 那服务政治怎么考量 我们就怎么配合 重点现在在这些人才怎么办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IDF的事情 那我讲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 比较成功的例子 其实以前我们这颗冲压引擎 也是历经畅商 你是说云风的冲压引擎 也历经畅商 他提到云风是冲压引擎 我们熊山这个冲压引擎 也是历经沧商 最早最早的时候 我们那个天宫二行的飞弹 最早就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规划也是冲压引擎的 那研发没有成功 也几乎是现况结案 几乎现况结案 那那个时候想法当时就说 好 冲压引擎的天宫二行 现况结案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 方向是天宫二行 对 是天宫二行 那我们还是需要一个 天宫二行飞弹 做高空远距离的防空飞弹 那个时候中科院就用自己的预算 把这批人留住了 等到后来有机会做熊山的时候 这批经验有拿出来用 所以说这个怎么样把经验保留 这个研究机会要做一些考量 国家要做一些知识 千万不要被挖脚走了 其实这些知识经验是蛮不幸的 那我们中科院研发能力 是真的是非常强 因为是天宫飞弹 那天宫飞弹当时在部署 天宫的雷达叫做长白雷达 长白雷达 长白上的长白雷达 但是在民国七十几年 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先进的雷达 改名叫项列雷达 项列 项列 就是Facer Array 就是项列雷达 不是传统的机械式雷达 是用电子扫描来带动雷达 是非常进步的雷达 这就是项列雷达 这就是我做的 长白山雷达 不就是你做的 对 那时候我还是上位中位的时候做的 那当初老美卖给我们项列雷达的时候 怎么卖的呢 我们最早假设我们买六套好了 我们跟美国合作六套 那里面的信号处理的部分呢 它是整套卖给我们 就是对我们来讲叫黑箱 那可是现在在台湾所部署的 天宫联的项列雷达 已经超过六套 非常多套了 怎么一回事呢 老美当初这样卖给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就接受了 因为我们要学其他的东西 我们要学天线怎么做 我们要学雷达控制怎么做 我们要学发射机怎么做 我们讲好信号处理 我们中科院就有一批人 我们讲underground 就在地下就开始做这个信号处理 所以等到老美后来 真的我们天空要部署的时候 他发觉说 你们部署超过六套 你们到底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出来 那这个的基础曾经在有一次展现过 在1996年台湾发生导弹危机 导弹危机之后 美国派了两艘航空母舰来 还有一些神盾舰也跟着来 干嘛 我们要收集中共的导弹资料 结果我们台湾所收集到的资料 比美国还精准还多 就是我们长白地它收集到的 所以超出那六套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都是我们自己做 就我们做的比老美还好 而且现在全部换装 现在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中科院的人才 我常讲一句话 我们台湾科技研发的人力 尤其军方国防科技研发 远复大家想象之外 那就回应刚刚您听的一句话 就是说这批人才千万不要散掉了 就算没有些续的生产计划 要用其他的研发计划 把这批人留住 那慧莫如生列为最高机密 像刚刚张总工程师一直觉得 熊二一我不能够多谈 您对熊二一的了解多少 它的性能是不是真的比熊三还来得厉害 其实我们跑新闻那么久 真的从以前到现在 只有熊二一这个飞弹 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都没见过 那国防部每次谈到这一型飞弹 其实它都以军事机密 不只是外形 租源等等从未公开 但是我们知道熊二一是什么样的武器 其实它与美国著名的战斧巡翼飞弹 是同等级 小薰可能注意到 美国从1991年第一次波安战争开始 他打了两次波安战争 还有打阿富汗 常常听到一个外科手术式攻击 可能大家有一点印象 外科手术式攻击 对 外科手术式攻击 其实动用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就是战斧巡翼飞弹 它本身射程够长 比如1600公里 甚至有的型号可能超过2000公里 另外它配备精密导引系统 它可以随着地形的高低起伏 躲避人家最先进的防空系统的探测拦截 然后不知不觉神出鬼没的 摸进重要目标 这个就是战斧巡翼飞弹 大致的外形 它最重要它强调精准 美军号称它可以从你的窗户里面 进入你的目标然后爆炸 把你重要的雷达战指挥中心 甚至所谓斩首作战 隔山的军政要员 也因此这样的飞弹 对于各国来讲都非常的恐怖 它已经不是一个战术成绩武器 而是一个具备战略等级的武器 你想把敌人的领导者决策人士给它猎杀 让敌人不战而降 这是不是一个战略性武器 那我们的这个熊二一 就具备这样同类型的性能 当然对于熊二一来讲 目前国防部还没有公开过 但是我所了解的这一型飞弹 其实多年前已经服役 而且它是配备在像货柜车一样的 机动式的载台进行攻击 我们都知道那几年前 其实有一些网友在路边 在街上有拍到一些像货柜车一样的 这国军的飞弹车 其实那时候大家就知道 这原来是搭载熊二一这种 巡异飞弹的发射载台 其实这个载台其实我们的了解 它就是利用一些宾室 或Volvo这种拖车头 它一辆发射车上面装了两枚飞弹 也因此它可以在北部 它可以在台湾中部南部 甚至必要的时候也调派到澎湖 那对对岸形成一个军事威责 再加上它本身射程前面有讲到 射程大概六百一千公里之间 天哪射程 对射程 所以刚刚讲美国的战斧巡异飞弹 是有到一千一千六 对一千六 但是我们都知道 熊二一是我们国人自行发展的 我们有完整掌握它的know how 也因此如果政府有决心 想要让它射程更长一点 是状况绝对有这个能力 我们举这个例子 就是海山就是伊拉克海山 之前从俄罗斯俄国搞来 飞毛腿飞弹 大家都知道它的射程280公里 后来海山的工程师 以最土的办法 想办法把两枚组合成一枚 结果它发展出所谓的海山飞弹 射程600公里 你看伊拉克这个技术能力 不是那么强的国家 它运用这种苦干实干方式 可以让它飞弹射程延伸一倍 那雄二一是我们自制 我们完整掌握它的know how 从发动机战斗部到导引系统 也因此如果有需要 我们完全可以借由扩大弹体 让它的这个飞弹射程更远 更长更精准 只是政府可能要考虑一下 我是不是要具备那么长的射程 才可以代表它的军事威责能力 或者我具备一个骑马的射程 勾到你主要的目标 我就达成这个效益 完全是我们要不要做而已 要不要做而已 可是现在至少600到800这个射程 这是保守的 已经没有问题 只是现在接下来研发 要不要到1000 甚至1200 1400 1600 对不对 是是是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 它综合考虑政经军各行事而定 所以